这个,它的生日的话,当然如果说你用传统的方法,真的非常非常难说,而且算还不见得算的准确 尤其你是跟那个人事相关的工作的话,算这个应该是蛮常遇到的 那如果你算错,其实这问题就很大了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帮你算到一个很精确的日期 这边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叫Dedive函数 那Dedive函数我讲过就是说,它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插入函数没有,所以你必须要自己打 所以恐怕这个可能需要还是要把它背下来 这个因为蛮常用到,只要是你跟日期的计算有关的话 你其实都可以利用这个Dedive来做 那Dedive的用法,特别注意,它就是总共会有三个参数 这个要自己打,第一个参数就是前面日期 你要比较了前面日期,第二个是后面的日期 第三个是你要比什么 那如果你要比的是相差几年的话,你给Y 如果你要相差几个月呢,你给M 那日的话就是D啦 不过其实日我觉得比较没有,因为用比较日期你可以用减的就可以了 像刚刚一样 所以主要是Y跟M,这个比较重要 OK打勾之后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会是26 而且它减完的这个年,它还会去帮你去判断到底它有没有满 比如说后面的日期啦 假如说前面日期是这个,后面日期假如说我们已经10月份了 所以是已经超过8月了 那假如我把它改一下,比如说把它改成8月12 那8月12跟前一个,就是说前面日期啊,两个相比较 因为它还后面日期还没满 所以呢,Enter过你会发现呢 它会怎么样? 把这个日期再减 减一年,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有满,有没有? 还没满8月15啊 所以呢,你不应该再多一个月 多一年,OK 所以基本上哦 Dedif它会帮我去再去判断一下 比较年的话,还会看一下月跟日 那其他的话呢,我们把它向下填满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我把它改成M的话 其实我觉得Dedif最好用的是在 比那个月的部分 因为一个月,二月份呢 有那个28天、29天的问题 还有30跟31天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比较相差几个月的话 打勾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它还帮你算出313个月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我今天到8月15到10月 如果我把后面日期改成10月15的话 因为它比较月 它会去看说那个日有没有满 如果没有满,它不会帮你加一个月 但是如果满的,比如说15 8月15到10月,Enter过 那你会发现,后面它会帮你多一个月 因为它已经又满一个月了 OK 那再来的话,日的话你把它改成D了 D的话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是9554天 那其实,像我的习惯 如果是计算天数 不见得一定要这么麻烦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你可以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一天 再减这一天 那减完之后打勾 它一样会是9554 一模一样 没有问题 我强调日期里面就是一个数字 OK 然后呢,后面的话呢,还有什么 我所谓的YM YD跟MD 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 如果YM的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 你不想要比较 年的部分 比如说 8月15到 10月12 它们相差 几个月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 那我这个地方 我如果不想要比年的话 我只要比月跟日 那我可以用什么 YM 它就回来的结果呢 会告诉我 8月15到10月12 相差一个月 OK 那这什么时候用呢? 其实主要是下面这边 因为你月 你税已经 先算完了 剩下就是要算什么 算月嘛 诶 就可以用YM OK 因为剩下的 天数嘛 那就是 再来就是算月 跟算日 那所以这里的话 它是 YM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看年 那我只有比月跟日 两个相差是几个月 YM 那当然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这边改成15的话 8月15到10月15 Enter 会不会两个月 OK 那再来的话呢 YD 那顾名思义啦 不要看年 8月15到10月12 相差几天 OK 所以如果说呢 我今天要比的是 后面 不管年 后面的月跟日的话 相差几天呢? 那如果说呢 五十八天 当然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这边把它改成15 它当然也就会增加了 OK 那不过还会有个问题 那假如有个状况怎么样 如果说我今天 前面的日期是8月15 后面日期是 10月15 好了 10月15 那后面的比较大 所以减 那如果说相反的 如果说我把它改成一月好了 那一月的话怎么办呢 特别是 如果后面的日期 如果比较小的话 它会把它当成什么 下一个年度的一月15 OK 所以后面比较小的话 那记得是 它把它当下个年度的一月15来减 OK 那减出来的话呢 得到的就153天 也就是说8月15到 然后隔年的1月15 然后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MD的话呢 主要是怎么样 因为也是对应到上面这个 税已经比过了 月也比过了 剩下几天 那其实这个就是把这个 删掉 删掉 意思是说MD意思说 不要管年跟月 这个跟这个相比 相差几天的意思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后面比较小的话 它会把它当下一个月 下一个月的这个日期 OK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参数把它改成MD的话 MD OK 打勾 OK 那基本上 它会把它当成什么 15号到12 下个月的12号 相差几天 27天 OK 那如果你把这个数字 假设改成19好了 Enter 后面比较大的话 那就后面直接剪前面 就两个如果后面比较大 那就是同个月份 如果后面比较小 那当成下个月份 OK 好 那我们了解的上面的这个Dative 逻辑 总共有六个参数可以用 那如果说我想要去利用上面六个参数呢 我们来了解这个地方精确的日期的话该怎么做 那其实道理很简单嘛 一样这个地方等于Dative Date 前面日期就是你的生日 跟哪一天比 跟The Day 所以习惯上是直接打上去就好了 加个小瓜糊 The Day 逗点 逗点 比什么呢 比两个相差几岁 那就是什么 Y嘛 对不对 OK 好 比完了 打勾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可以算出这个人几岁 前面的日期 打错了 不是Date 是Dative DIF OK 我少打一个Dative OK 好 打勾 OK 不过你会发现 习惯他怎么回来 是一个日期 因为他有时候Dative回来了 他预设的格式是日期 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回通用不就好了 所以这个人 他44岁了 那可是后面还有啊 那44岁 然后呢 几个月几天啊 你想说这怎么做啊 就有个简单的技巧 1 把这个什么 复制一下 2的话 其实直接怎么样 把这刚刚那个格式 用串接符号 我想各位应该用过and 那如果是里面有文字的话 记得双引号开头 把东西贴上去 双引号结束 特别是哦 公式跟一个字串 要串接中间 务必要一个and的符号 这是规则 一定要记起来的 那如果是文字 前后一定要双引号 这个也要记起来 因为这也是规则 OK 那千万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能只有比尔盖子知道 OK 因为这不是我定的嘛 这是只是他定出来的规则 他高兴用双引号 高兴用单引号 那是微软他们的决定嘛 OK 不过早期也是 OK 从那个比尔盖子开始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它按打勾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44岁 N个月又N天 对不对 那当然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还要怎么样 把这个N 这个N怎么样 改成我们要的东西 但是这个地方又来了 就是说那我N个月 那N个月呢 我必须要用这边的哪一个呢 刚刚有讲过 因为我不管年嘛 只管月 所以是这个YM 那YM做完之后的话 剩下只有天 因为不管年不管月的嘛 剩下就是日的部分 就是MD 那也就是说 等一下的答案呢 基本上就是 把参数 本来是Y 其实你可以复制 改成YM 改成MD 答案就出来了 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可以 把这个字串 中间的N 改成前面这个东西放进 特别是要 请务必注意 一 先把这个DATIVE 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待会我可以用这个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嘛 我不需要再重打 我可以拿它来修改 就好了 改成YM 特别注意 你这个地方 记得不能乱放 你要怎么放 这个是完整的字串 你中间要放一个公式进来的话 请注意 第一步 把N 前后 两个双引号 为什么两个双引号呢 第一个双引号是给 这个 接前面的 第二个双引号是接后面的 因为它们是字串 所以字串就是头尾都是双引号 OK 第二个呢 请你在中间 加上ANDAND 因为我刚刚讲过 如果公式要放进来 跟字串连接 一定要AND符号 这是规则 OK 再来的话 请你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再把这边改成什么 YM 打勾一下 有没有 44岁 又零个月 因为刚好八月 蛮准的 然后呢 N的话 这个也是一样 一样的道理 其实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公式 如果将来你要在一个字串当中 放一个公式进来的话 标准的做法是 一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二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再把公式贴上 改一下 我们要的这个 叫M D OK 打勾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OK 没错了 因为今天刚好是11号 所以他刚好 就是 同一个 等于是满了 所以他这个人才刚过完生日 六天前刚过完生日 OK 那应该没错了 所以做出来之后 其他格式呢 其他的主人格就向下填满 放开 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我们主要几个部分 一个Dedif里面的这六个 当然什么时候用到不知道 可是你至少要知道 有这六个参数 Dedif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把底下的这一个练习题 稍微了解一下 最可能出错的 因为同学对于那个M的符号 跟那个字串符号 常常都搞不清楚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如果你要做一些 比较复杂的运算 这些都一定会出现 而且会经常性的出现 如果你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你要做一些复杂应用 一定会有问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刚刚讲的这些公式 云端上当然也有 不过尽量可以的话 自己一定要尽可能动手 然后未来只要稍微复杂的公式 的做法其实也都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有阶段性的 绝对不可能一次就做完 你可以先做一个部分 慢慢再去加第二个部分 再去修改 比如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是 就是分了好几个步骤 把它分别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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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